好青年回乡务农是每一位老农的期盼 在高经济作物的西瓜种植上 劳力付出是相当的趋重 青农吴正佳对于在北部发展久了 发现回乡务农虽然辛苦 但是也非常的踏实 30岁的他决定是回寿风 来帮父母亲来种西瓜 也找回了自己在生活中的踏实感 农村中青代的年轻人想要回乡 可能面临什么样的问题 以农业为主的偏乡发展概念来讲 小农在人力资源不足的情况下 也就造成产业经济断层的情况发生 而青年回乡务农更显不易 回来之后的感受 舒服 然后就是有点 就是因为在那边你就是变得 你就必须像另外一种人 来这边就是你就可以做你自己 在西瓜园能够看到青农的投入 对部落的老农来说相当欣慰 尤其是自己的孩子愿意接班 今年比较少我就没有什么请人 就请我同学 我们三个人 母子两个 一直在做这样 我儿子说不错 可是你要学好 像我青年照顾的不好 没有说很漂亮 在双风乡的东华大桥下 这一片四公顷的西瓜园 种植了八千棵 对于青农吴振家来说 回乡务农 反而是找到比较踏实的生活方向 开始学从一开始怎么整地到目前 就是种之后都开始拉疼 然后开始雇这样 要做些什么要 要打什么要 就是先记起来 慢慢学 大概给自己两三年的时间熟悉 双风乡西瓜田总面积约500公顷 去年盛产期第一期西瓜产量约27500公顿 但受到疫情影响 瓜农也都转战电商提供宅配服务 利用电商平台向产地订购 青农的回乡更显得重要 能够帮助老农在网路电商行销 与通路的发展 记者林杰 双风乡采访报道